灵妖 看过一个笑话 一位美女过世后 去了天堂 上帝认真看了她的脸 说 你在人间 因为爱情而亡 因此你可以进入天堂 就必须除去情欲 又说 看吧 前面有一条绳索 如果你忘记了情欲 就能走过去 如有想起爱情 马上会掉落 抵达地狱 美女战战兢兢地走上绳索 上帝紧随其后 美女回眸一笑 上帝便有了爱情的渴望 顿时掉落 原来上帝也会动情 教育别人容易 而自己做到 却不容易了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我们的眼睛有上意的像素 但只能看到别人的模样 看不到自己的心 很多家长 误以为自己是上帝 因此一直说叫孩子 拿着手机 看着无聊的视频 却让孩子好好看书 很多朋友 摆出上帝的姿态 劝导别人要走出困境 说了老半天 都是一己之鉴 并没有懂得别人 很多女人 以为比上帝聪明 告诉男人 如何去赚钱 但是 她们并不知道 赚钱有多难 只知道 家里的钱太少了 很多的人际关系 看起来很好 其实从未彼此懂得 正如网上一句 快智人口的话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这一生 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 还做不好别人 02 强行改变别人 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庄子里有一个章节 描述了孔子 去见道直的场景 道直 古代有名的盗贼 做了无数的恶事 心中有无数的恶念 还纠集了一伙盗贼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圈子 因此 他一开始就拒绝 和孔子见面 孔子说 我是你哥哥的朋友 希望和你聊几句 看在朋友的份上 道直和孔子见面了 孔子说 如果你走正道的话 可以封喉 还能停息战斗 拥有城堡 这也是祖上有光的事情啊 道直愤怒地说 不要拿功名利路来诱惑我 不要拿言语劝导我 所谓仁义 忠诚 有用吗 戒子推忠于靖文公 但是靖文公用火攻击他 笔干 无子虚 都很忠诚 但是结局如何 孔子忽然明白 秋所谓无病而自久也 即走撂虎头 编虎虚 积不免虎口哉 说白了 孔子这样的圣人 也喊不起一个装睡的人 对于那些明完不化的人 你去改变他 你做的一切 无疑是以卵基石 对于那些能够改变的人 你做的一切 也只是提了建议而已 是否采纳建议 如何执行建议 你管不着 对于那些你看不惯的人 还要去说教一番 那就是你 自己有问题了 所有不顺眼的 都是你的眼睛 看错了地方 作家左小词说过 束缚等于折杀 要么起到彻底改变的作用 要么就沦为推动反叛的外力 你认为需要改变别人的 其实是你的想法 如果你说出来 做出来 一片好心 会被人当成驴肝肺 毕竟 别人的言行举止 多数不在你的人生范围之内 你很优秀 但是你从来不是 别人肚子里的蛔虫 比方说 隔壁一对夫妻 常常吵架 你建议他们离婚 妻子说 建议离婚的人 没安好心 你建议他们好好沟通 相爱到老 丈夫说 天天吵架 居然还有人劝他沟通 不可理喻 你 两面不是人 不强求别人做什么 才是修养和尊重 强求的话 无疑是人际关系里的 一场灾难 03 每个人都要自度 别人爱莫能助 大学里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都是普通人 如果要改变什么 那就改变自己吧 言以修身 率先锤饭 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在西安的十二十尘堂文化街区 有一个体重200斤的女孩王宇 因为生病吃药的缘故 身体变胖了 有一段时间 她为肥胖而烦恼 想了一些减肥的方法 但是 她最终还是放弃了 并且 她所幸以胖为美 通过扮演杨贵妃 走进了网络 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红 有人评价她 唐代的杨贵妃 也不至于这么胖 审美观不对 还有人说 你真的很美 对于外界的评价 王宇说 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拥有个健康的身体 承认 健康是最硬的底牌 不要过分纠结于身材 也不要因为外人的评价 而弄丢自信 真正有头脑的人 会接受自己的样子 也会想办法 让自己变得更好 方向是自己选的 路要自己去走 未来需要自己去把握 成功是自己的喜悦 失败了 要自己爬起来 当然 人生路上 也会遇到很多的贵人 他们会拉你一把 但也仅仅是拉一把 不会拉着你走一辈子 小说《半生原理》写道 你只能一步步走过去 不能停 也不能回头 收起改变别人的心思 集中所有的力量改变自己 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俗话说 一母生九子 连母十个样 父母和儿女相处 兄弟姐妹相处 都无法彼此改变 更何况是外人呢 释放每个人的天性 彼此取长补短 才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样子 零四 做个顺其自然的人 便是适应 不便是执着 与其因为改变不了别人而痛苦 不如放手 父母对儿女放手了 儿女才能真正长大 夫妻保持了距离 才能相濡以沫 兄弟姐妹彼此守望 才能各自安好 朋友彼此帮助 但不越阻带袍 世界 因为百家争鸣 才百花齐放 如果是虔诚一面 你一定不会喜欢 人生路上 请你种下一片草 而不是追寻一群马 关注我的文字 走进你的心灵